大家好,我会计在线的学员,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学习2022年税务师考试财务与会计财务部分预习班的课程,我是竹江老师,郑红 今天我们学习第四讲,固定资产投资决策 从第四讲的名称,我们就可以认识到这一讲,我们主要讲的是投资决策相关内容 那投资决策对应的标的资产可以是固定资产或者叫项目投资 固定资产项目投资对应的都是实体经营性质的资产 我投资这个项目,或说我投资于这项固定资产 就是为了下一步对于这项资产施加控制进行经营 那另外一类是证券,我投资于有价证券,这是一种间接投资 我买股票,我买债券,对应它背后有实体经营性质的资产 我是通过这个股票去控制相应的资产,这是一种间接投资 那么我们这一节呢,主要讲的是项目投资或者叫固定资产投资 那针对于项目投资,其实有两个层次的问题 第一个层次的问题呢,是单一项目的评价 也就是说被选方案就只有一个 那针对于这一个被选方案,我们关心的是这一个方案是不是可行 那第二种情况呢,是众多方案的优选 那方案有很多个,那针对于这多个方案 我们在进行选择的时候啊,要看这些方案之间的关系 这些方案之间可能是互斥的 也就是说我要做的是单选题 多个方案之间相互排斥,我只能选一个 这种情况下呢,要从投资效益的角度进行评价 那也有可能说,这些方案之间是相互独立的 我们做的是多选题,那我做多选题 我就设定一个标准,这道题让我选择的是正确的 或者说这道题让我选择的是错误的 确定这个标准之后,那么所有选项当中正确的 或者是错误的,我都选择出来 那针对于独立项目呢,它是根据投资效率的角度进行评价 投资效率是一个比率,我设定一个比率 我要求的回报率,这就是一个标准 满足这个标准啊,那接下来我都进行投资 接着我们通过一个例子啊,来理解一下 多个项目优选,我们到底如何做决策 假如说你现在手里呢,有100万 你要进行投资 好,进行投资呢,要求的必要报酬率是8% 先来看独立项目啊 有方案一,方案二,方案一投资30万 方案二投资60万 为什么方案一,方案二 这个称之为独立项目呢 就是因为你手里有100万,你投A 投方案一,投方案二,你可以同时投 他们两者之间不会相互排斥,相互影响 好,那现在方案一回报率11%,方案二回报率10% 都大于你设定的这个8%的标准 那这种情况下呢,方案一,方案二,我都投 这是根据一个8%的比率投资的效率做决策 你只要投资,效率回报率高于8% 我都会投资 先投资回报率高的,再投资这个回报率稍微差一点 我们再来看互施项目 方案一要投80万,方案二要投90万 为什么他们两者之间是互施的 你手里只有100万呢 你不可能两者同时投 那接下来如何做决策 方案一回报率11%,方案二回报率10% 但是我不根据回报率去判断互施项目 我到底投哪个 我看的是数值 方案一,我最终获得的投资收益数值是8.8万 方案二,我最终啊收益数值是9万 90万乘10% 我选择的是方案二 为什么呢,这有一个假设啊 就是你剩下来的资金没有其他投资渠道 那如果说没有其他投资渠道的话 那我肯定选择整个投资方案当中啊收益最大的 而不是说收益率最高的 有些人说你老师你这个假设啊可能不太符合现实的情况 我手里哪怕剩一块钱 我存银行也是有回报的吗 那如何去解决这个假设的问题呢 其实啊我们考虑到现实当中的问题 最终做决策的时候整个思路不会发生改变 假如说方案一你投完之后剩下来有20万 有投资渠道 好,那我就把相应的收益算进来就可以了 这20万我去进行投资可以获得2万的收益 那整个方案一收益就变成了10.8万 那现在方案二呢剩下来10万你去进行投资 有1万的回报 那整个收益呢就变成了10万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 我就变成了护士项目就会选择方案一 你还是根据收益最大去做决策 去做这道单选题啊 好,这样呢 针对于多个方案优选 思路我们就讲 接下来多个项目优选问题 我们就不展开讲 这节课我们主要讲的是 针对于固定资产投资 单一项目可行性的问题 那针对于这个可行性的问题 我们接下来要做讨论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现金流量分析 这个现金流啊 是我们分析问题的基础 是数据基础 有了现金流之后 接下来我们算一系列的指标 然后判断这个项目呢 是不是可行 好,那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这个现金流呢 先解释一下 为什么你投资这个项目 你关心的不是说这个项目能够带来多少利润 或者说这个项目收入是多少 因为会计利润是全责发生之下确定的 它并不是特别靠谱 或者说从经营的角度上来说啊 我们更关心的是现金流 如果说我们只看利润表 收入一个亿利润5000万 但是没有对应的现金 那你接下来生产金就没有办法开展 当然我们说的是比较极端的例子啊 也就是在经营上来说 我们更关心的是现金流 大家都听说过 现金为王 你没有现金 你下辆的生产金没有办法开展 第二个原因我不关心会计利润 是因为这个会计利润 它在全责发生之下确认 可以被人为操纵 也就是说啊 这个会计利润它并不是那么可靠 第三个会计利润的问题呢 是投资者 你现在就是作为投资者去考虑投资问题 我作为投资者 你关心的是给你画的这个笔呢 还是说你最终拿到的现金呢 我肯定关心最终拿到的现金回报 所以我不用会计利润 对于项目进行评价的时候 我关心的就是现金流 好 那这个现金流是一个增量的现金流 等会咱们解释啊 什么是增量的现金流 其实这个增量现金流 简单来说 就是和决策相关 和决策不相关的 我不考虑 决策 也就这件事 要么我做 要么这件事不做 如果说做不做 对于某一个现金流 没有任何影响的话 我就不需要考虑它了 好 那针对于我投资这一个项目 每一期我关心的是什么呢 是营业现金净流量 在终极当中 这个叫NCF 在中块当中呢 叫每期的营业现金 毛流量 其实说的都是一回事 好 我们在计算这个啊 每一期营业现金净流量的时候 有一个假设 成本收入注意啊 都是在期末取得的 你这一期按月算 都是在月末 你这一期按年算 都是在每年年末 那这样的话 我们在折线的时候 这一期的收入 比如说100万 那么我们要折到零时点的话 就要往前折一期啊 这个规则主要影响到 未来啊 我们在进行货币时间价值 折算的时候 到底应该怎么折 你如果在期初取得 这一期就在期初取得的话 那这100万 我就不用折了啊 它就是在零时点发生的 好 接下来我们就展开分析一下 我们关注的是什么样的现金流 首先我们要区分相关成本 和非相关成本 咱们举个例子 两年前我计划做A这个项目 但是当时没做啊 当时我在做决策的时候呢 支付了一个咨询费 10万 现在呢 我又考虑重启A项目 那这10万算不算做 现在做决策的现金流啊 不算啊 因为你现在做这个A项目 还是不做这个A项目 你10万元的咨询费 已经付给咨询公司了 它跟你现在做决策 没有任何关系啊 所以这个咨询费 就属于非相关的成本 好 第二 我们不要忽视机会成本 我做A这个项目呢 要使用一块自由土地 这块自由土地呢 它本来可以出租的 或者有其他的这种投资的用途 好 总之现在我没有把它出租 或者没有去做别的 现在就做A项目 那你放弃的机会当中 收益最大的 比如说是出租 出租的话 每年会给你带来租金100万 好 假如说啊 我们还考虑所得税 所得税25% 然后100万乘以个一减25% 这样呢 就得到75万元 每一年75万元的税后租金 这个就应该算作你做A项目的机会成本 每一年都要考虑这75万元 这75呢 算作一个流出 本来你能够得到的 现在你没得到 那就算是一个流出 同时还要考虑对于其他项目的影响 比如说啊 我原来做电风扇 现在呢 我考虑投资空调 如果我投空调之后 原来电风扇 销售额每年下降100万 本来我可以收到这100万的 但是你做空调项目呢 这100万拿不到了 那这100万就算作做空调项目的一个流出 最后呢 是对于营运资本的影响 这个营运资本 我们考虑的是增加的营运资本 这个增加营运资本呢 是用增加的经营性的流动资产 减据增加的经营性的流动负债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我原来采购原材料 是1000万 现在做A项目呢 我采购原材料是1200万 好 那现在差额是200万 这200万呢 是增加的经营性的流动资产 因为这200万是原材料 原材料用于生产经营嘛 首先它是经营性质的啊 它不是金融性质的 我要投资于有价证券 我投资于股票 那是属于金融性质的啊 我购买原材料 这就是为了下部生产经营 首先它是经营性质 另外它是原材料属于存货 是流动资产 好 那现在我们看这200万 这是一个增量啊 这200万是不是我真真切切的现金流出 不是 为什么 我是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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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采购这个原材料不是现管现货 我买这200万啊 多买这200万的原材料 那我多欠供应商20万 那这样的话 差额180万才是我真真切切的现金流出 所以我们关注的现金流应该是它 好 这样呢 对于现金流确定的原则 我们就有了一个了解 接下来啊 对于项目现金流如何分析呢 项目我们拆成三个阶段 有投资期 有营业期 有中介期 为什么拆成这三个阶段 这三个阶段各有特征 投资期 还没开始经营呢 没开始经营就只有流出 到了营业期 好 生产经营不如正伪 然后中介期指的是这件事我不做了 我需要把相应的资产可能处理掉 所以啊 这三个阶段是有代表性的 是有特征的 我们分析现金流也分为这三个阶段 那接下来呢 我们带入一个例子啊 认识一下每一个阶段现金流该如何分析 老师现实当中呢 比较爱养猫 假如说我现在做一个项目啊 就是做一个猫咖 好 你喜欢猫 来撸猫 同时呢 你点一些咖啡甜点 我就做这件事啊 咱们分析一下 投资期有哪些资金的流出 投资期 首先第一项资金流出 就是你要购置固定资产的 我做这个猫咖 你要装修 要添置厨房的设备 要购买桌椅板凳 注意啊 你购置固定资产的话 可能会涉及到 当然我们做这些装修啊 厨房的设备啊 这是比较简单的 如果说我盖厂房的话 那肯定会涉及到资本化的利息 但是啊 资本化的利息 我们不放在这儿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是现金流的分析 只是经营方面的分析 不涉及金融的 你分析出来现金流之后 下一步 因为整个项目投资期限比较长 你肯定要涉及到折线这个问题 你但凡是利息 我不管资本化的利息 还是说费用化的利息啊 那这个利息率应该放在哪 放在折线率当中 未来在折线率当中 已经会考虑这个利息了 你不能说 这儿考虑一遍 你未来折线率当中又考虑一遍 那不就重复了吗 好 这是啊 我们所谈的第一项的流出 假如说固定资产 一共花了25万 接着第二项流出呢 是电质运运资金 注意啊 电质 代表含义未来会收回啊 到终结期的时候 它会收回 好 我们先来看电质运运资金 你之前构装固定资产之后 猫咖他不能经营啊 别人来点咖啡 你都没咖啡豆 所以啊 我需要买咖啡豆 买鸡蛋 然后买牛奶 然后猫罐头等等 好 我买这些 需要支付1.2万 但是啊 我并没有说 把1.2万 现款现货支付给公商 因为我是企业 不是个人 我买这么多咖啡豆 你里边有没有坏量 我用着用着 好 没问题 然后我再把资金呢 全部支付给你 所以啊 需要支付1.2 但是我始终欠着别人0.2万 那这差额1万 这是一个真实的 现金的流出 两者 加在一起 投资期流出一共是26万 这个26万 也就是说这两项流出合在一起 我们称之为是原始投资额 主要原始投资额 它和投资期的流量 这个可不是一个概念啊 我们这道立体 如果说问的是投资期 现金流 那应该是负的流出啊 负的26万 如果问原始投资额 这就是正的26万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营业期 我们讲这个例子比较简单 整个投资期 不涉及说 我还有一个建设期的问题 投资期就是一个时点 零时点 我把这些全部搞定了 如果说啊 我们投资期还有一个周期的话 你还涉及到折线的问题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营业期 营业期生产经营 已经正常开展了 我已经实现了营业收入 我们现在呢 营业收入每期按月算啊 每一个月 我卖这个咖啡甜点 一共能卖出去2000份 每一份30元 这样呢 整个营业收入是6万 这有一个假设啊 我实现的营业收入 前面咱们说过 是在什么呢 成本收入就在期末取得 也就是说 这些收入 我在当期期末 咱们一期按月算 在当期期末 6万全都收到了啊 不会存在说 我卖这咖啡甜点 你还欠着 隔好几个月 再支付给我 不存在这种情况啊 好 所以这6万 就是当期实实在在的 现金的流入 变动成本呢 每一份咖啡甜点 变动成本15 一共2000份啊 这样呢 流出 对应的 就是这3万 这个变动成本 包括什么 你咖啡甜点 总要涉及到原料吧 涉及到原料的支出啊 有个人说 你这原料的支出 刚才不是有一个 电质运营资金啊 等会儿到了终结期 我再谈电质运营资金 跟每一期的变动成本 跟最终电质运营资金的收回 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等会儿再说啊 总之现在变动成本当中 有原料 还有人工 你这原料 他需要人来加工吧 涉及到厨师啊 服务员啊 好 所以人工加原料 耗费的电费啊 等等啊 这些加起来一共是三万 这是真真切切的流出 没有问题 然后再来看固定成本 假如说固定成本 咱们就只有折旧 这个折旧呢 一共是每个月两万 因为事务局说了 你可以提12月的折旧 然后每个月的折旧是两万 残值是一万吗 你刚才投资25万 25万减去残值一万 除以12个月 每个月两万 但是注意啊 这个折旧 它并不是实实在在的流出啊 这个折旧是非负现成本 当然非负现成本不止折旧啊 比如说折旧啊 贪销啊 这些都处于非负现的 也就是说 你虽然啊 确认了这两万元的折旧 这是属于成本费用 但是它并不是真实的现金的流出 所以它是非负现成本 那么我们现在关注的现金流 所以这两万 它并不是真实的现金流出 如果说你还要考虑所得税 这道题要考虑所得税的话 这个折旧它会影响到 这个我们所得税 但是啊 折旧本身这两万元并不是一个现金流出 你影响到税 你多交税少交税 那个是现金流出啊 但是这两万元本身 它并不是现金流出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这固定成本当中 假如说有废话的利息 废话利息不考虑 刚才咱们解释了啊 放在折旧率当中考虑 好 接下来我们看所得税 那所得税我们是怎么算呢 用收入减变动成本减固定成本 然后这是税前利润 然后乘以一个计 这样算出来所得税 这个是算流出的啊 所以固定成本这两万 我们这说固定成本 就是这折旧啊 非识现成本 这两万 它不是真实的现金流出 但是它会影响现金流 在所得税当中影响现金流 好 接下来我们看机会成本 假如说这个 我们开猫咖的店面是自己的 还可以出租 本来有个选项可以出租 现在没出租 做猫咖了 那租金 如果考虑所得税 税后租金应该算机会成本 好 那还有对于其他项目的影响 比如说我做猫咖 使得每个月讲课收入减少了5000 讲课成本减少了0.1万 那我视为流出是0.4万 你看啊 这个收入减少0.5万 这是算流出吧 好 流出我们用负啊 负的0.5万 讲课成本本来你要发生0.1万呢 讲课成本 但是现在不用发生了 算流入 正的0.1 这俩一整合是不是负的0.4啊 所以视为流出0.4万 当然后两个属于拔高 这个你听懂就行了 那接下来我们要算的是营业期的现金净流量 营业期现金 看这个字净流量 就是流入减流出嘛 咱们刚才分析完之后 流入有什么 营业收入 就是这6万嘛 负现的成本是多少 变动成本当中负现的3万 然后还减去所得税 注意啊 我们没有减去非负现的 没有把折旧减掉 因为什么 它不影响现金流 你所得税真实在现金流出啊 所以这个净流量 就是这三者相减 好 那现在这三者 我把它做一个调整 换一个方式表达它 是用税后经营净利润 加折旧 为什么这样表达 税后经营净利润是什么 税后经营净利润应该是收入 减去 负现的成本 然后再减去非负现的成本 这是属于税前的经营利润 再减去所得税 你相较于你前面这一块啊 相较于上面这个式子 你多减了一个非负现 也就是我们立当折旧 你需要把折旧 这个非负现再加回来 所以前面这一块 这就叫做税后经营利润 所以我们把上面这三项 好 就可以调整成这两项了 那接下来我们再做一个调整 因为税后经营净利润 刚才说过啊 我用收入 然后减去非负现成本 减折旧 你还要减索的税 减索的税呢 我这样表达 乘1-T 这不就变成税后了吗 然后再加折旧吗 这和上边这个式子啊 这是一致的 然后前面有一个折旧 后边有一个折旧 这折旧代表的是 折旧等非负现成本啊 咱们简写 好 有这两项 这两项呢 它可以合并 一合并完 最后我就得到这个式子 这是比较常用的计算 营业先进流量的公式 就是用收入减负现成本 然后乘以一个 1-T 再加上折旧乘一个T 所以从这个公式当中 也能看到啊 折旧非负现成本 它是通过谁 通过所得税影响先进流的 它本身并不影响现进流 好 代入例题当中的数据 营业收入6万 负现成本3万 然后乘一个1-25% 假如说所得税率25%啊 折旧2万再乘25% 这样算出来每个月 咱们这儿每一期按月算 每个月经营期的先进流量 应该是2.75万元 我们并没有考虑机会成本 对于其他项目影响啊 这个在我们收拾考试当中呢 基本上也不设计 好 那接下来我们讨论一个问题 税块不一致 那如果说折旧额税块不一致 我们按谁的来 折旧额税块不一致 你按税法的来 你按会计来的话 税法它不认呢 税法不认的话 我这税 你看你这个现金流当中涉及所得税啊 那我要进行纳税调整 所以你这折旧额按什么来啊 折旧额按税法的来 折旧年限如果说税块不一致 那么我们怎么处理呢 按期限短呢 这儿解释一下啊 比如说会计上折旧三年 税法上呢 折旧四年 当然会计上这个折旧三年 指的是什么啊 这个项目就干了三年 那这种情况下按什么来呢 按短的来 因为第四年项目已经不存在了 那如果换一个情况 税法是三年 会计是四年 那这种情况下按什么来 按税法的来 因为你第四年 会计确认的这个折旧这块啊 人家税法也不认 所以啊 年限不一致 我们按照期限短的去计算 好 接下来我们看终结期 终结期有哪些留留出 终结期这项目不干了 电池的营运资金收回了 收回多少 收回一万 再认真听我下一句话啊 收回这一万 我们确定的时候有一个假设 就是当时我花多少钱买 现在呢 原价卖出去 这两句话说完之后 同学们就有疑问了 你刚才买了多少 投资期 你买了1.2万元的鸡蛋啊 面粉啊 那么为什么现在你只收回了一万 对吧 刚才我说两句话 第一句话 收回电池 营运资金就是这差额一万 第二句话 你当时买了多少 原价卖出去 那同学就问了 你当时可是咖啡罐头啊 这些一共花了1.2万呢 只不过你实际付了一万 你花1.2万 原价卖出去 应该是1.2万 你怎么收回一万呢 我们把整个电池营运资金 还有刚才说的啊 我们复现成本 每期的复现成本 包括收回的电池营运资金 咱们整合在一起给大家讲一下 现在零时点 我刚开始进行投资啊 你需要付1.2万 我只付了0.2万 那实际现金流是差额1万 这个大家都听懂吗 然后我们看1月底 你最开始零时点买的这些啊 不管是猫罐头啊 鸡蛋啊 这些经过一个月 经过这一期用完了 经过这一期用完之后 你是不是还要买啊 注意我还要买 但是你首先要把之前欠的0.2万 怎么办 给付了 你不能一直欠着人工区上啊 所以啊 到了1月底 首先要支付一个0.2万的欠款 然后呢 又买1.2万 你买的时候呢 又欠0.2万 所以差额这是1万 所以第一期期末的时候 我不管这一期多久啊 一共付了多少 1.2万吗 那这1.2万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负现成本当中的内容 有的人说 负现成本一共是3万 你这儿怎么只有1.2万呢 那还有人工呢 我们这儿可没算人工啊 好 那这就解释清楚了啊 我们刚才讲的负现成本当中 包括哪些内容 它和我们这原材料损耗之间是什么关系 好 这是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一直到第十一期 十二期 都是这样 好 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二期啊 这是比较关键的 第十二期呢 我们先拆分开 到了年末 我还没想说这事干不干啊 没有决定说到了年末 这件事我就不干了 那到第十二期期末 我正常要重复刚才第一期期末的工作 要把第十一期欠的零点二万负了吧 然后我又买了一点二万 然后又欠零点二万 这差额是一万 这样算出来呢 这是这俩加起来是一点二万 这个体现在哪呢 体现在第十二期的复现成本当中 你第十二期复现成本并没有减少啊 还是这么多 好 这是一个分界点啊 这是第十二期期末 首先做的这一件事 这件事做完之后 我又决定说干了一年了 这事我不干了 猫哈这事我不干了 下年我还是好好的讲课 好 这件事不干了 你要把这些东西全卖了 全卖了 卖了多少 卖了一点二万 你卖一点二万 你别忘了啊 你现在在十二月底这个世界 你还欠着工资上0.2万的 对不对 看这啊 是不是还欠着0.2万的 所以你还要把这0.2万给还了 也就是说有一个流入1.2万 然后再把欠的0.2万还了 那最终你收回多少 是不是收回一万呢 这样大家就理解了 从电质运营资金到每期的付现成本 到最终收回电质运资金 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这个就解释清楚了啊 好 这是一项流入 那接下来呢 还有一项流入 你把这个冰柜啊 造具啊 桌衣板凳啊 全部处理了 卖了多少 卖了两万 卖两万 这两万肯定是现金流入 但是考虑所得税的话 税务局他会提示你啊 当时给你定残值是一万 你卖了两万 你多卖一万 赚了一万 所得税根据什么交啊 所得就是根据你赚亏 亏你现在赚了一万 你是不是要交先用的责税 交多少 一万成25% 0.25% 这个是多少 这个算作流出啊 所以整合一下 应该是有一个一万的流入 两万的流入 然后是0.25万的流出 算出来结果 终结其现金流应该是2.75万元 是一个流入 那如果卖亏了怎么办呢 卖亏了抵税算流入 比如说啊 我卖了0元 把这些固定资产都处理了 卖0元 卖0元的话 亏了多少 亏了一万 亏了一万呢 0.25万元的抵税 这个算流入 有同学就问了 你如果卖亏了啊 税务局会不会反给你0.25 不会 那你为什么算流入呢 你别忘了 我们可不止终结期这一件事啊 你要看整个项目的升级周期 你得看这一年 你这一年当中可不是全亏啊 你这个动作虽然是亏了 但是你还有赚 因为你这个动作亏了 那你少交了这么多税 少交这么多算流入 所以啊 卖亏了 我们算流入 抵税算流入 并不是说真实的税务局反应这么多 而是他可以抵税 好 那这样呢 针对于整个项目的现金流 我们就给大家分析完了 简单回顾一下啊 投资期两项流出 这两项流出合在一起 叫原始投资额 这两项流出 未来在终结期都有对应的 固定资产对应的是 你残值 电池云资金收回 然后还涉及到终结期啊 你残值处理卖亏卖赚 涉及到流入流出 然后还有营业期的营业现金净流量 营业现金净流量呢 你直接算净流量 流入减流出吗 这是流入 负现成本是流出 所得税是流出 这就是流入减流出 我根据净流量的定义去计算它 然后我们做一个调整啊 税后经济利润 加上折旧等负负现成本 你把这个税后经济利润你展开 它就是收入减去负现的 再减去非负现的 然后再减去所得税嘛 那这样呢 你相较于第一个式子 你就多减了一个非负现成本 你就要把非负现成本再加回来 那针对于减所得税 我可以写成什么 我可以写成收入减负现 再减非负现乘以减T 这就相当于是收入减负现 减非负现再减所得税 多减了一个非负现成本 再把它加回来 然后最终得到啊 收入减负现成本乘以一个1减T 再加上一个非负现成本乘以一个T 好这样的现金流这部分 我们就讲了 好分析完固定资产投资 现金流内容之后 我们再来看评价指标 为什么要讲评价指标呢 刚才针对于猫咖这个项目 现金流我们都分析完了 但是你能不能得出一个结论 说这件事值得干 或者是不值得干呢 并没有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所以现金流是基础 我要根据现金流算一系列的指标 进而做出决策 那我们介绍的这些指标呢 是贴现法下的指标 什么叫贴现法啊 就是要考虑货币时间价值这个问题 因为你毕竟是长期的投资嘛 长期投资你要考虑到货币时间价值的影响 那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在第一节课我们讲到的价值评估的第一种思路 也就说针对一个项目 我到底投还是不投呢 当时我们说了 很简单 我们就比较收益和成本之间的关系 收益要大于等于成本 那这个收益大于等于成本 我们要考虑现金流 要考虑货币时间价值 好 那接下来这个成本是主观上你要求达到的 然后这个收益呢 是客观上最有可能达到的 然后两者去比 如果说它可能达到10% 然后你要求呢 就只有8% 那这种情况下我就会投资 这是从比率的角度分析 我也可以用数值的角度分析 用数值的角度分析呢 就是一个流入线 你投资这个项目 所有的现金流 这是流入啊 现金流 流入折到零时点 减去现金流流出 折到零时点 因为项目周期很长 我不能直接的比流流出 没有科比性嘛 所以我要放在同一个时点去比较 这是比率做分析 数值做分析 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低结合的内容 好 那接下来 我们带入一个简单例子 比如说债券 债券的话 我到底买还是不买呢 我从数值的角度分析 我就看价值和市价之间的关系嘛 价值它就是一个流入限值 什么是价值呢 你投资这个债券未来的利息 然后你偿还给你的本金 加在一起 全部折到零时点 这就是债券的价值 假如说算出来这个债券价值 它值100 市价是你现在要花多少钱买 这是一个流出 现在你要花80买 我问你这个债券你买不买 也就是说你认为它值100 但是它现在只卖80 你买不买 买啊 买了之后赚20吗 所以判断一项资产投不投 其实本质上来说就是流入限值 要大于等于流出限值 那现在我就把这个思路应用到项目上 应用到咱们刚才讲的贵券价投资上 好投资期有一个原始投资额的限值 咱们说我投资期就是流出啊 所以这就是一个流出限值 那接着我们看后边两个阶段 营业期终结期 营业期终结期我合在一起 是未来现金净流量限值 这是一个净流量 什么叫净流量 净流入啊 所以这个未来现金净流量限值 其实就是未来净流入的限值 一个是净流入 一个是流出 咱们都折到零时点一笔 好这就是用未来现金净流量的限值 净原始投资的限值 大于等于零 这样呢就是净限值大于等于零 它本质上代表的就是 整个这个项目的流入限 它会大于等于流出限 这第一个啊 最关键的基础的指标 我们就透视它的本质 有同学会问 说老师那对于项目来说 你干嘛整这么复杂呀 你看刚才债券多容易理解 你干嘛不直接用流入线减流出线呢 对于项目来说 这样做复杂了 因为对于债券来说 你买就发生了一个流出 也就是说在零时点 你发生一个流出之后 未来就没有流出 未来就只有流出了 所以啊 我直接把未来的流出 全部折到生存点和流出比 这事就完了嘛 项目不行 我们来看一个项目啊 对于我投资于固定资产 投资于具体的项目 项目你可能零时点 你流出了一个一百万 然后这个项目呢 一共是三年 好 那未来这三年 每一年年末 有一个五十万的流入 每一年还有一个流出 再有一个十万的流出 如果说你严格的按照 流入折线 流出折线 这样去算的话 其实更复杂了 你想想这流出 这三年每一个十万 你都要折到零时点 然后再考虑这一百 这算出来一个流出线 然后呢 这三个五十 你再折到零时点 这算一个流出线 两者比 这是严格的按照流出线 和流出线去比啊 那现在我如果用教材这种方法 未来现金净流量限值 净流量每一年四十 对吧 你流入五十 流出十 这每一年流入四十吗 我把这三个四十 折到零时点和一百笔 这事不就完了吗 所以啊 对于项目来说 现金流比较复杂 我算未来现金净流量限值 这样呢 是比较简单的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这个 净限值 刚才我们已经介绍 它的整个计算的公式啊 是用未来现金净流量限值 这就考虑了 营业期和中业期 减去原始投资的限值 这是投资期 算出来如果大于等于零 这个项目就可行 这是从数值去判断啊 这个项目可行 那从数值判断 这个项目可行 本质上代表的就是 比率上 我们用比率做判断 这个项目也可行 就是这个项目的回报率 然后大于等于投资者要求的报酬率 这个回报率其实是一个内含报酬率 是这个项目客观上最可能达到的报酬率 它大于我投资者要求的报酬率 我要求比如说8% 那这个项目呢 它可能会达到10% 所以这个项目我投资 好那接下来我们带入刚才猫咖的例子 分析一下啊 计算最终的净现值 这事到底干不干呢 所得税税率25% 不考虑对其他项目的影响 也不考虑机会成本这个问题啊 然后项目的资本成本是6% 整个现金流投资期是流出26万 这是原始投资额 刚才分析过了 然后营业期呢 是2.75万元每一期 终结期呢是2.75万元 刚才咱们说终结期 这不是2.75万元吗 然后呢 每一期 营业期每一期的现金进行量 只剩2.75啊 然后我们去计算这净现值 这是2.75乘以一个 每一期都是2.75年金的形式 乘以一个年金限制系数 然后再加上终结期 这2.75啊 乘以一个负利限制系数 然后再减去26万 最终算出来的结果呢 应该是负的1.577万元 这就说明这件事不值得干了 你净现值应该是大于等于0才可行 介绍完净现值之后 我们来看第二个指标 限制指数 我们先来看一下 净现值有什么问题 净现值如果是完美的话 我不需要介绍其他指标 净现值算出来的是一个数值 它反映的是投资效益 不反映投资效率 现在如果说啊 是多个方案啊 多个方案之间是独立关系 那你用净现值做判断 就可能不合适 所以我说这句话啊 用净现值可能不合适 但是如果说A B C D 这些方案啊 投资额一样 投资年限也一样 那这些方案 你如果做排序的话 你用净现值可以 但是呢 大多数情况下啊 这些项目之间不可能 投资额又一样年限又一样嘛 毕竟是不同的方案 那咱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方案一方案二 方案一原始投资限值是10万 未来现金净量限值15万 这俩一减净现值5万 方案二呢 原始投资额20万 未来现金净量限值28万 净现值8万 我们能不能说 你方案二 就比方案一要好呢 不能这样说 因为什么 因为两者的投资规模不一样 那举一个现金当中 比较简单的例子 方案一 你投100万 对应的 你买这只基金 买这个理财 你投100万 好 给你的回报是10万 另一个基金呢 你投200万 给你的回报是12万 那是不是你买第二个基金就好啊 不是吧 因为你规模不一样啊 我们刚才举这个例子 没有考虑货币时间价值 那么我们现在回到方案一方案二 无非就考虑货币时间价值嘛 所以啊 投资额不同 你直接比这个净现值 它肯定是不合适的 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比较每亿元的原始投资额 也就是说 我比较每亿元的投资额带来的回报 刚才我们这例子啊 你要做出判断的话 你可以这样看 方案一回报率10% 方案二呢 回报率呢是6% 所以我选方案一 你这10%代表什么 你投资每一块钱 回报到底是多少 用这个思路的话 现在我们比的是美元的原始投资额 这不就是你的投资吗 美元的原始投资额 带来的未来现金净流量的限值是多少 这样呢 我们比较的基础就一样了 规模基础就一样了 所以设计了这个指标 限制指数 用未来现金净流量限值 除一个原始投资额限值 大家比的都是每亿元的原始投资额 带来多少的未来现金净流量的限值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限制指数怎么做评价 刚才净限值 净限值用NPV来表达 它是用未来现金净流量限值 我们用A来替代 减原始投资的限值 用B来替代 要求大于等于0可行 现在这个限制指数Pi 无非就改成了A除B 那A-B大于等于0才可行 A除B至少要大于等于1才可行 这俩是等价 好我们接下来带入猫开的例子算一下 刚才我们得到未来现金净流量限值 应该是24.42万元 也就是用2.75 这是营业期每一期的净流量 然后乘一个年金限制系数 这是终结期2.75乘以一个负利限制系数 算出来之后 用这个未来现金净流量限值 出于原始投资和限值 原始投资额呢 就是26万 算出来是0.94 小于1 这个项目是不可行的 不管我们用净限值 还是用限制指数 算出来这个项目都是不可行的 好 接着我们看第三个指标 年金净流量 为什么要设计这个指标呢 因为净限值还有一个问题 年限不同不能直接比 咱们带入一个例子 比如说有方案一和方案二 这两者是互斥 只能选一个 方案一寿命5年 净限值100万 方案二寿命10年 净限值101万 你能不能说啊 方案二净限值高 我就选方案二 如果方案一寿命到了之后 我又可以延续一轮 那这样的话 方案一干两次 它的整个净限值肯定比方案二要大 所以你现在寿命不同 你不能直接比啊 那怎么办呢 我就比每一年的嘛 这样咱们比较的基础就一样 所以接下来 我把这两个方案的净限值 考虑货币时间价值 我平均到每一年 也就是说 用现金净流量总限值 现金净流量总限值 本质上来说就是净限值 你看它既是净流量 又是限值 这不就是净限值吗 所以我把这个净限值 除以个年金净限值系数 我平均到每一年 这就是一个年金的形式 咱们就比这每一年的不就完了吗 这比较的基础就一致了啊 这样我们就理解了 为什么要设计年金净流量这个指标 那刚才我们说 一个项目可行 净限值要大于零 大于等于零 那现在呢 在净限值的基础上 我又除以一个年金限值系数 这个年金限值系数 我们可以看系数表 系数表的系数都是大于零的 所以算出来这个结果 年金净流量 它应该是大于等于零的 所以年金净流量大于等于零 这个项目才可行 好 回到猫咖这个例子当中 把这个净限值除以一个 对应12期 因为咱们项目一年嘛 一年的话 每个月一期 12期折限率6% 这样一个年金限值系数 算出来 这个年金净流量小于零 这个项目还是不可行 好 接下来我们分析 第四个天线法下的指标 在讲这个第四个指标之前 我先回过头来啊 对于某一项资产 我们除了从数值的角度 做判断 投资不投资 还可以用比率的角度 做判断吧 一个是这项目预期的报酬率 它要大于我主观要求的报酬率 这个主观要求的报酬率呢 就是资本成本 好 那现在题目会告诉你资本成本 我们要算的这第四个指标 其实本质上来说 就是客观上 我投这个项目 最有可能达到的报酬率 对于项目来说呢 这叫内涵报酬率 怎么算它啊 我构建一个等式 因为这个内涵报酬率 本质上不就是这爱吗 你要算这个爱 我们利用差值法第一步 是不是构建等式 你构建等式 就是构建一个 未来现金经济上限值 等于原始投资的限值 你要构建这个等式 我们之前讲差值法的例子 100 这是流出啊 最开始我投资了一个100 三年后我能够得到120 那我现在构建等式啊 这100就相当于是流出限 然后我把这120 这是流入啊 流入再乘以一个 负力限值系数 那这边不就是一个流入线吗 我第一步差值法构建的就是一个流出线的流入线 那对于项目来说 就是未来现金上限值等于原始投资的限值 它的本质就是流出线的流入线 刚才咱们讲过了 所以第一步我构建这个等式 然后差值法把爱算出来 这就是项目的内含报酬率 算出来这个内含报酬率再和资本成本去比 如果这个内含报酬率大于等于我要求的 一个是客观上都有可能达成的 一个是我主观上要求的啊 如果内含报酬率大于等于我要求的报酬率 这个项目就可行 这个很简单 我要求8% 它能干到10% 那肯定这事我就干了 原理想案之后 我们带入猫卡的例子来算一下 这个项目的内含报酬率 首先我们假设项目的内含报酬率是I 第一步构建等式 流出线等于流入线 流出线原刃投资额26万 流入线这是营业期的 每一期的现金进入量 这是终结期的流入 一个乘一个年金限制系数 一个乘一个复利限制系数 我就构建了流入线等于流出线 那接下来这个I怎么求呢 利用差值法 差值法你是不是要找两头 第一步我算出来这等式之后啊 接下来是不是找两头 但是这道题和我们之前讲的 差值法的例子啊不太一样 我们之前讲差值法例子当中呢 第一步列出来式子之后 我就可以把这个系数算出来 这系数不就是1.2吗 咱们之前解决过这个问题啊 但这道题你不能把系数算出来 因为它有两个系数 一个是年金限制系数 一个是复利限制系数 那这就涉及到框算啊 具体框算那种呢 我们到基础班再讲 好那现在我找两头 一个是4% 一个是5% 我代入5% 代进去之后 算出来等式右边啊 等式右边 不包括这26啊 等式右边是25.91 我代入4% 我代入4% 算出来等式右边是27.53 你等式列出来的时候 这边是26啊 就相当于现在限制啊 原始头的限制 我用P来表达啊 P是26啊 算出来一个P1是25.91 P2是27.53 然后呢 你得到一个 I1是5% I2是4% 让你求I 依然可以用我们之前 大减小比中减小 这个式子 给算出来 那这呢 我们简单啊 做一个判断 这个具体计算过程 我们就不展开讲了啊 我们简单就可以做出一个判断 因为你算出来这P26 你5% 这个I5%的话 就是25.91 很接近了啊 所以我们假设这个I呢 就约等于5% 和5%差不多啊 比分之五呢 可能要稍微小一点点 4.9%几 好 这样呢 我们算出来 假如说约等于5% 一小于资本成本6% 那这资本成本 就是你要求的 要求要达到6% 结果它只有 将近5% 所以这个项目不可行 好 这样呢 贴线法下的四个指标 就给大家讲了 梳理一下他们之间的关系 净限值 年金净流量 限值指数 这三个在计算的时候啊 你首先肯定要把 未来现金净流量限值 原始头的限值算出来嘛 那你在算这俩限值的时候 你需要用到这个限率 也就是说 我依赖于资本成本 以依赖于要求的报酬率 才能把这三个指标算出来 而内涵报酬率就不一样了 我不依赖你这个资本成本 我不依赖要求的报酬率 我可以先把内涵报酬率算出来 然后再和这个要求的报酬率比进而做学测 这是计算顺序上不一样的 那接下来这三个这四个指标之间 计算上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都依赖现金流基础 都依赖这两个 未来现金净量限值 原始头的限值 一个是A 一个是B 净限值呢 是这俩相解 年金净流量呢 是用净限值 除以一个年金限值系数 我比的就是年金嘛 限值指数呢 是用A 未来现金上限值 除以一个原始头的限值 而针对于第四个指标内涵报酬率 是令A和B相等 注意啊 我令A等于B 并不代表说A 我就算出来具体数了啊 B算出来具体数 不是这样的 内涵报酬率就是列出来这个等式 其中这个折限率我并不知道 然后把这个折限率算出来 这个就是内涵报酬率 然后再和资本成本去比 再和你要求的报酬率去比 这样呢 针对于投资这一块 我们以固定资产投资为例 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 其实还是要理解最根本的原理 一个项目也好 证券也好 不管是股票债 还是这个债券 我们进行投资的时候 就是比较收益和成本 就是用比率做比较 用数值做比较 好 那这样呢 针对于第四节投资相关内容 我们就讲到这 谢谢大家